臺車是臺灣唯一具有整合製造潛力的軌道車輛公司 如果臺車公司有好的發展 也會帶動周邊產業跟就業機會的成長 並且也為臺灣的經濟轉型 挹注更多的活力 因此 臺車現在扛起產業龍頭的責任 要帶著大大小小的廠商一起往前衝 這一點 我們必須要給臺車最大的鼓勵 我們認為 為了因應節能減碳的趨勢 以及城鄉永續發展的需要 透過下一個世代的綠色軌道建設 來優化區域的公共運輸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論是新建的系統 還是現有軌道運輸系統的優化 對於營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生活空間 建構一個對老人 小孩 還有沒有車的年輕人 更友善的都市空間 都會是很有幫助的建設 因此 目前規劃中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也將軌道運輸列為重點項目 接下來 我希望由行政院配合市場 跟產業發展的需求 針對車種簡化 國際合作 跟技術移轉等等項目 規劃出整體軌道運輸產業發展的策略 此外 臺灣可以利用自己的資訊 通訊等領域的技術優勢 結合軌道車輛的運用 切入軌道車輛關鍵民主建的全球供應鏈 這也是政府會支持的方向 至於大家關切的人才養殘 我們會鼓勵基電 資訊和材料相關的科系 可以考慮往車輛製造的領域來發展 我們樂見未來 會有更多的技職 大專院校 跟臺車一起來推動產學合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目的 就是要透過政府的支持 引導產業不斷的創新成長 讓軌道運輸的蓬勃 來帶動周邊產業的發展 也帶領臺灣真正走向更有前瞻性的未來 謝謝 謝謝大家